各位朋友大家好 祝内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大家好 我是王浩然王牧师 欢迎来到浩然信仰与人生频道 那么我现在给大家讲的是一个系列 也是大家非常感兴趣的 圣经到底讲的什么 我们大家知道 这个圣经是一本非常棒的书 那么圣经翻译的文字超过2000种 那么圣经博大精深 那么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智慧 那么圣经这本书到底讲的什么呢 你能够说出一句三四五了吗 那么长久以来 我是一直有一个呼召 那么如何把圣经讲的真理 告诉我们现代人 告诉我们华人 告诉我们世界各地的人 然后真正把圣经的真理 圣经的道理 然后圣经的智慧 然后他和再通过培养我们的信仰 能够让我们活出 有意义美好 幸福美满的人生来 是吧 那么现在呢 我就做这个系列 有五十讲 那希望你和我一起来学习 那么我上一讲呢 我讲了这个 我们圣经里面呢 一谈起来的话 那免不了要谈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 全神全人 那就是耶稣 那么呢 上一讲呢 是三十二讲 我讲的耶稣是伟大的先知 道德教师 人生导师 OK 那么跟随耶稣呢 绝对不会错 是吧 那么现在呢 我讲第三十三讲 OK 耶稣是拯救之主 耶稣是成圣之主 耶稣是一致之主 耶稣是再来之王 OK 那么呢 听了这个以后 那你会告诉他 他这有三个主 OK 拯救 成圣 医治 那么对拯救呢 我们可能比较熟悉了 可以理解上 但是成圣呢 未必知道了啊 我在这时候一个也来讲啊 还有呢 三面前面 他三个都是主啊 后面是个王 OK 那么不同的情况下 他有不同的说法啊 这个呢 那么这个呢 也是这个宣道会 在这个基督教里面 这个改革派的这啊 这个福音派 有一个宗派叫宣道会 那么我就是宣道会 安利的牧师 那么呢 这个宣道会的 安利的这个 这个信仰的DNA 也就是核心的嘛 最基本的遗传的物质啊 那就是啊 就是我刚才讲的 叫四重福音 那么这四重福音呢 我今天呢 也就是奴索版吧 拿到我们这个 这个五十 这个五十讲里面 这个圣经到底什么 讲的什么 这五十讲里面 作为一讲啊 给大家说啊 那么我首先看 耶稣基督 为什么呢 他说是拯救之主 OK 那么我们要被拯救 你怎么被拯救啊 假设你被掉到水里去了 是吧 有人跳下水里去 然后那个 把你捞上来 是不是 这是拯救你呢 在一个 在一个极端困难的情况下 你肯定不让不不被帮助的话 你就可能死掉 OK 事业的失败 家庭的破碎 是吧 那么呢 甚至这个人生的极端的悲惨 那就是因为他帮了你 然后直接救了你 然后你换了 获得了新生 OK 那么耶稣啊 他不仅是拯救 而且是拯救的主 OK 你离了他 你拯救不了 OK 并且他完全可以拯救你 OK 那么耶稣呢 他不仅是拯救一个人 一个家庭 而且拯救一个民族 是吧 所有的 离开了耶稣 他是主啊 所有的 其他的帮你的人 就是帮手 他一时的帮了你 但是最终的 最高的 完全能够拯救你的 只有他 他就是主 他就是最高的 掌握着 对吧 那么在圣经里呢 他说他是拯救主主呢 在这个 这个圣经里有很多书啊 有一本书叫 使徒行传 那就是在这个 圣经 四福音书以后 紧跟着那本书 叫使徒行传 那么使徒行传 里的四章 第十二节 有一节经文呢 非常宝贵 真诚贵的啊 他说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 OK 因为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OK 谁是他啊 OK 这个呢 是在前面上下文里 在谈耶稣的时候 讲出来的 OK 那么除了这个 耶稣以外 这位道成肉身 这位生在纳萨勒的 神专门派来 做拯救工作 为我们的罪 在十字架上 死 升天以后 还会再来 复活以后再来 这位耶稣啊 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 别无拯救 那么所有的拯救 可能是暂时的 也不可能 从根本上拯救 也不可能 是全面的拯救 OK 那么只有 耶稣 他是最根本的 最原始的 你要信了 他一定能够得救的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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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 因为天下人间 没有别的名 可以靠着得救 那么我们 可以靠着得救 那么天上也好 人间也好 不管什么地方 OK 对不对 任何的情况 你都没有 其他的人 可以靠着得救 那么很多人 也在寻找 一个得救的方法 是吧 练佛教的 练这个 穆斯林的 是吧 练各种 杂七大巴的 其实呢 不能从根本上 解决问题 也呢 不能长久 来解决问题 再一个呢 他不能形成 一个完整的体系 来解决你 那么耶稣 他拯救你 从你的 首先赎你的罪 把你的罪给赎了 然后呢 再给你 让你做 让你后面 后面说 让你成圣 然后呢 一步一步到最终 从你的生活到死了 死了以后再复活 整个过程 他全部给掌控了 对吧 整个掌控了 这说 也还是 成圣 成圣说 那么 这是拯救之主 那么我们被拯救了以后 它是一个 一个点 一个大事项 他被拯救了 当然也是一个过程 在这个拯救的过程当中 在有一个过程中 有一个过程 叫成圣 我们平常人 都是污泥带水的 然后身体里 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然后最主要的问题 不圣洁 然后属世 在世界上 你看你追求的东西 你想的东西 好多东西 都在这个世界上 对不对 那么呢 如何你从这种世界中 被分离出来 然后呢 被世界上分离出来以后 是吧 被世界上分离出来 分离出来以后呢 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越来越像神 你想过没有 对不对 我们越像 有时候像坏人 有的像那个 不三不四的 有的像那个什么呢 这个像的爷爷 像的奶奶 是吧 但是开始的时候不像 越来老了以后 开始像了 是吧 一开始像了 那么呢 你现在在加拿大住的时候 在美国住的时候不像 你回了国以后像了 OK 你看看有个人 在加拿大美国 待了一年 非常人品 各方面都不错 结果回去 待了一年半载了以后 你看看说话 然后做事 溜里溜气的 是吧 拜金主义 为什么呢 进主旨 是进墨者黑 是吧 进墨者黑 那什么呢 其实这样都是没有成圣啊 那也有成圣吧 那么上圣经里 有一段经文啊 因为耶稣是成圣主 在这个约翰福音 第十七章啊 这是那个约翰 耶稣基督啊 他那个 他要 他要这个 他要走上十字架 他做科西满院 他做祷告的时候 那第十九节 是这么说的 他要我为女的缘故 自己分别为圣 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 他向父神祷告的时候 他说他们 就是这些门徒啊 包括你和我了 他首先是自己带头 分别为圣 其实自己耶稣啊 他已经圣 他已经成圣 他就是圣洁的 OK 他不需要再这个 分别为圣 可是他为了我们的缘故 他也是自己分别为圣 带头 OK 比如耶稣基督 他自己也不需要再受洗 他是神 全神全人 他主动受约翰的洗 给大家带头 OK 大家带头 对不对 所以呢 让我们从真理成圣 那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啊 靠着神的话语 可以成为圣洁 你把神的话语活出来 OK 好不好 在罗马书啊 第六 第八章的第二节说 因为赐生命 圣灵的律 在基督耶稣里 释放了我 使我脱离 脱离罪的和死的律了 OK 这个是脱离罪和死的律 其实这里面一个是被拯救 再一个是成生的过程 是吧 对不对 好不好 那个哥罗西书 这也是这个 第三章四大六节啊 他说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OK 他显现的时候 你们也要和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显现的时候 一同显现 那时呢也是在成圣王 所以要 要给 要治死 他们在地上的肢体 对不对 我们地上的肢体啊 你们要带着各样的嘴 喜欢吃好的 是吧 脑子里想不找到坏事 是吧 对不对 然后身体脑子里 有的时候懒惰 是吧 对不对 懒惰 然后呢 这个不遵守神的教导 这个就是 对不对 那后面特别说的 隐晦的 隐乱的 误会的 邪 邪情的 恶欲的 和贪婪的 贪婪 就一败偶像一样 是吧 那讲这个道理 这些都是不圣洁的 那么这些不圣洁的 什么呢 靠着真理可以成圣 OK 靠着耶稣可以成圣 是吧 那么呢 然后你就把这个荣耀想出来 来 这就是说呢 这个耶稣啊 这个 离了他 做不成 OK 有了他 肯定成 OK 那么依靠他 这个神就会成就 OK 他开始的东西 他一定会成就 OK 好不好 对不对 这就是说耶稣啊 一个是这个 拯救 OK 拯救 然后那个是 就是justification 他是拯救之主 OK 后面是sanctification 成圣 还有呢 后面也是大家非常感兴趣的 我们学圣经啊 然后耶稣教导我们 那讲了一个很重要的 对我们日常生活关系非常密切的 那就是医治 OK 那么医治当中呢 是医治之主 很多的医生可以帮你 看看感冒啊 可以做了手术 看癌症啊 是吧 这个都很好 是吧 但是呢 那医治的 医生的医生 医治的主 OK 从根本上我们一个全人的医治 全人的医治 我们的肉体 我们的思想啊 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灵魂 所以这些医治呢 离不开耶稣 OK 他是掌管这个呢 掌管这个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呢 在马太福音呢 第八章的十六到十七节啊 有一段经文 这段经文呢 是这个 讲这个医治之主的时候 耶稣是医治之主的 最常常用的 OK 那怎么说呢 他说 有段经文说 他到了晚上 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着 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 他只用一句话 就把鬼 就把鬼都赶出去了 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 OK 把鬼赶出 这谁来到耶稣跟前啊 不是来到你 不是来到我 是耶稣跟前以后 他用一句话就把他赶出去了 一句话就把他赶出去了 说明什么呢 他有这个能力啊 OK 他掌管着这个呢 OK 他能够把这个鬼给去出去啊 所以他这个 这个鬼 在那个年代 就认为是导致这个 疾病的问题的根源的 原因吧 OK 他一句话就把他赶出去了 说明他掌控了他 他有这个大能力 他是这个医治之主 OK 那往下回看 这是要应验 先知以赛也的话说 他替代了我们的软弱 担当了我们的疾病 对 我们耶稣一道 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的赎了罪 他这个在赎罪以前 受了鞭伤 是吧 都得了医治 他在赎罪 他在这个赎罪的时候 其实呢 也是带起了我们的软弱 我们的软弱 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有的东西并不一定是罪 就是我们的软弱 那举个例子啊 我们有的时候呢 那么就 觉得累了 然后该做的事不做了 是吧 那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软弱 是吧 早晨起来的时候 晚上睡觉睡到晚一点 早晨起来想多睡一会儿 对不对 其实这是软弱 这是软弱 放不着什么病了 但是呢 他担当了我们的疾病 对不对 那么人的疾病啊 是各种各样的 有身体呢 有这个精神上的 是吧 还有是mental的 是吧 就是这个 各种各样的 OK 那么呢 所有的病 耶稣呢 他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 其实不仅为我们自由的问题 也是担当了这个 这时候呢 这个耶稣啊 他是医治之主 医治之主 那么呢 在这个 在早期的时候 在耶稣那个年代啊 还有那个 在这个 宣信博士的时候 也就是一两百年以前 OK 然后呢 在这个 在这个医治上 这个 真的有医治的大能 还有开这种 医治的诊所的 OK 当时的时候 你像耶稣呢 你瞎眼的看见 耳朵的听见 经学不准的能够止住 死了四天的拉撒路 都能复活 对不对 所以呢 那么呢 我们看到啊 就是说这个 这个耶稣 他确实能够治疗我们的疾病的 担当我们的罪过 担当我们的罪过 那么他是医治之主 耶稣呢 是拯救之主 成圣之主 医治之主 那么有有问题 我们可以给别人祷告 是吧 那么彼此可以自己祷告 那我 我很多年吧 我有一个小问题啊 然后一直没有完全克服 那么最后来 我说 老是靠着药不成啊 什么的 后来我就想啊 这个这个 然后祷告一下吧 最后呢 神就医治 然后也启示我啊 然后完全得到医治 最后得到医治 那么我想是这样 还有一个大家 就是这样的 我们认识耶稣的时候 一定要认识 那么我们现在 把握着过去的事情 现在的事情 还有最主要是 未来的事情 那么呢 这个神呢 这个耶稣呢 他死了以后 第三天复活了嘛 他复活了以后 呆了四十天 他就升天了嘛 那么升天以后 他会永远呆在天上嘛 对不对 他会有时候回来 他不回来 我们就不能 得到真正的拯救 OK 那么他不回来 我们就 就失去了盼望 因为我们自己 没有无法过 那个 这个 就是复活以后的生活 没有 过的复活的生活 那个呢 那就是耶稣是再来之王 那这就是再来之王 他再来 说定了呢 他再来以后 他第一次来到地上的时候 他是 精神上是 是王 但是他没有通管这个世界 那么 等他这个 再来的时候 那新天新地再来 那么耶稣基督 那他完完全全的 掌管万有的 这个 这个三大魔鬼 全给打掉了 那么真的是 那是什么 那么在这个启示录 圣经的最后一卷书 第22章 12到13节 看一下 他说看哪 我必快来 赏罚在我 要照着个人所行的 来报应他 那我是Alpha 我是Omega 我是首先的 我是末后的 我是初 我是中 对不对 那么呢 看到了 主耶稣 我必快来 对不对 那后面呢 怎么说是 这个我是王呢 首先的 末后的 我是时我是中 这就是带我王的意思吗 那么你在外面后看哦 在这个启示录的 第17章的第14节 说他们与羔羊争战 羔羊胜过他们 因为羔羊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是万主之主 万王之王 对不对 那么呢 在后呢 第19节 第18 第19章第18节说 第16节 第16节说 说在他衣服和大腿上 有名写着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那么所有的这个地上 现在有200来个国家 那么每一个国家 都有他的总统 还有他的王 是吧 有他的总理 首相什么的 主席啊 对不对 那么呢 但是所有的这个王 都没有耶稣的 他是王中的王 他是主之中 你拜什么 都拜这个那个 你都可以有 都可以有了 对不对 但是最终 这位掌控王权的 一切都由他说了算的 那么就是耶稣 就是耶稣 所以呢 他再来的时候 那他就是真正的王 他再来的时候 是永远的王 是吧 那么再来的时候 是掌管王权的王 所以我们对耶稣呢 要抱有敬畏之心 那么我们跟随耶稣 那么就是跟随这位 这位拯救之主 这位成圣之主 这位再来之王 这个这个医治之主 再来之王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得救 我们就可以成圣 对不对 那么呢 我们也要得到医治 那我也见到很多很多的人 是吧 因为信耶稣的缘故 还疾病也少 也身体也健康了 是吧 那么我自己呢 前一段时间 那个发生了一次交通意外 然后呢 我就量了血压 发现我的血压高 然后呢 这个 我就倒过水 然后那个 进行全身检查 对不对 那么最后养成 这个好的生活习惯 是吧 所以把体重减了五公斤 然后呢 血压也非常的稳定 120以下 是吧 对不对 然后这个血厂 也完全这个 这个 完全正常啊 是吧 然后放过面呢 那么呢 真的是非常感恩 所以呢 我劝大家啊 要这个学习圣经 要圣经告诉你的 那么呢 你要认识耶稣 耶稣就是拯救之主 成圣之主 医治之主 再来之王 好吧 那么我们 因为他是这个拯救之主 我们信他 我们就得救 因为他是成圣之主 那么呢 我们信耶稣 我们就可以靠着他 得胜 成圣 那么医治之主 那么我们凭着信心 向他祷告 然后神就医治我们 再来之王 那么我们 和耶稣 得认同他 跟随他 那么呢 我们就 有机会将来 有复活的生命 然后呢 在新天新地里 和耶徒基督 一同做 好吧 好吧 我今天呢 就把这个 第三诗三讲 耶稣基督是 拯救之主 成圣之主 医治之主 再来之王的道理 给大家分享 这也是我们圣经里 讲的他的一些 核心真理 好不好 希望你 喜欢这个节目 请你分享给你的 家人朋友 转发点赞 然后没有订阅 本频道 希望你 欢迎你订阅 再见 再见